大家好 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安装Windows 7 在安装Windows 7之前 我们要先准备好下面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主机版的说明书 第二个是主机版和显示卡的驱动程式光碟片 第三个是Windows 7的安装光碟 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先准备好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主机版的说明书 我们在安装Windows 7之前 我们要将BIOS设定为光碟开机 如果你的主机版说明书已经遗失了 那就请到你的主机版的官方网站下载说明书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主机版的型号 还有是哪一个厂商制造的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你主机版的型号的话 如果你的电脑是组装电脑 那就请你拆开左侧机壳 就可以看到主机版的型号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电脑每次开机的时候 在黑白的BIOS开机画面 它就会秀出厂商的名称和主机版型号 如果你的电脑是品牌电脑 像华硕、技嘉、维新 这个时候不论你的电脑是笔记型电脑 还是桌上型电脑 都请先询问原厂 看看原厂有没有帮你做还原程式或还原光碟 如果有的话 请用原厂帮你做的还原程式或还原光碟 来重灌Windows 绝对不要用我这一篇教学来重灌你的Windows 我这一篇Windows 7的重灌教学 只适合组装电脑 或者是你的品牌电脑是空机 或者是你的品牌电脑是Windows 8 要改成Windows 7的才适合 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准备主机版 和显示卡的驱动程式光碟片 因为我们灌好Windows 7之后 Windows 7不一定有内建你的主机版 和显示卡的驱动程式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将驱动程式灌进Windows 让你的Windows认识你的硬体配备 这样子才能让Windows驱动你的硬体 这一篇我会用虚拟机 来跟各位讲解如何重灌Windows 7 首先我们在BIOS设定好光碟开机 现在设定好光碟开机了 我们重新启动电脑 现在电脑正在读取Windows 7的安装光碟片 我们让它跑一下 因为我是用虚拟机安装Windows 7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时候画面跑得很快 到下一个要动作的画面 大约只要10秒钟的时间 但是如果各位在家里是用光碟机 来读取Windows 7的安装光碟片 那大概要花上5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用预设值直接点选下一步 或者个别选择也可以 要安装的语言 这边只有中文繁体台湾可供选择 时间及货币格式 我们一样选择中文繁体台湾 键盘或输入法 这边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选择你想要的输入法 比如说是苍结新注音 都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按照预设值 选择中文繁体美式键盘 选择完之后按下一步 按下立即安装 将左下角 我接受授权合约打勾 按下右下角的下一步 这个画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升级 第二个选项是制定 那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升级 升级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的电脑里面 已经有XP 或者是Vista的作业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片光碟片 来将你的作业系统 升级到Windows 7 可是我不建议用升级的方式 来逛Windows 7 因为如果你现在的电脑 里面已经有病毒了 那在升级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将病毒 也带到Windows 7里面 还有一个可能是 比如说你现在的应用程式 只支援你现在的作业系统 但是它不支援Windows 7 可是这个应用程式 它在开机的时候 就会自己启动执行 那就有可能在升级完之后 造成Windows 7的不正常运作 或者是升级完之后 不能启动Windows 7 所以我建议用自定的方式 将硬碟重新格式化掉 用干净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重新安装Windows 7 现在选择自定 这边我们可以做硬碟分割的动作 我们可以在这边 将硬碟分割成 C槽 D槽 甚至是E槽 那很多人会问 C槽到底该割多大会比较好 其实这个要按照 个人的使用者习惯而定 有些人适合C槽大一点 有些人适合C槽小一点 这没有一定的 但是我建议各位 C槽最好不要小于100G 因为按照现在的使用者习惯来说 我们大部分会将资料 暂存在桌面上 像音乐 照片 影片 公司的重要文件 我们都会将这些资料 暂存在桌面上 然后等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才会去做整理 那这个时候 如果C槽太小怎么办 假如说 我们现在将C槽分割成60G 那我们灌完Windows之后 还要灌Office 灌防图软体 灌压缩解压缩 甚至是灌游戏 那这些全部灌完之后 其实已经占了硬碟容量340G了 那剩下的空间 还要储存这些资料的时候 当C槽的剩余空间 只剩到1、2G的时候 那Windows就会越跑越慢 所以我建议各位 C槽最好不要小于100G 如果你的硬碟够大 甚至在100G以上都没有关系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硬碟大小是500G 但是你在你的电脑上面看到的可能只有400多G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这边是用虚拟机去做建立硬碟的动作 但是你的电脑是实体硬碟 所以会有落差 当然你会问 我们买的是500G的硬碟 为什么现在只有400多G 这是因为Windows对硬碟容量的计算方式 跟硬碟厂商是不一样的 Windows的一个单位是1024 比如说1GB等于1024MB 那2GB就是2×1024等于2048MB 10GB当然就是10240MB 那剩下的就是以此类推 但是硬碟厂商对硬碟的计算方式是一个单位是1000 那你对比到Windows这边 就相对会减少很多的硬碟容量 如果以一个500G的硬碟来说 大约会少了三十几G的容量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做分割硬碟的时候 用的是Windows的计算方式 现在开始分割硬碟 首先点选磁碟机选项 选择新增 在这边我预计将硬碟分割成CD两槽 7槽我想分割成200G 所以这边计算的方式是200×1024等于204800MB 但是在这边我要加上100MB 那这100MB是Windows在分割C槽的时候 会自动分割的一个系统保留区 我们输入204900 按下套用 按下确定 系统保留区自己分割出来了 接下来点选一下磁碟0 为配置的空间 选择新增 因为我们现在只分割CD两槽 所以就将剩下的空间全部给D槽 选择套用 这边有个小技巧 如果我在这边将磁碟分割3做个式化 在灌完Windows之后 磁碟机代号会自动排列成 C槽200G D槽299.9 光碟机的代号会自动变成1 但是这边如果不将磁碟分割3做格式化 在灌完Windows之后 光碟机的磁碟机代号会自动变成D 那磁碟分割3就必须到电脑管理去做磁碟新增的动作 那很麻烦 所以我们在这边一次设定完毕会比较好 点一下磁碟分割3 选择格式化 确定 现在我们将Windows灌到磁碟分割2 所以用滑鼠点一下磁碟分割2 选择下一步 现在就等Windows跑到我们需要动作的画面为止 因为要等上2-30分钟 所以我用快转来带过 画面约为10秒钟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Windows经过的画面 在这个画面输入你想要输入的使用者名称 选择下一步 在这个画面输入你的密码 第一个空格和第二个空格都要输入 就是总共要输入两次 第三个空格是输入密码提示 比如说你的密码是手机号码 那就可以输入我的手机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输入密码 我现在选择不要输入密码 选择下一步 这个画面是让你输入你的正版光碟的产品金钥 输入完之后 下面这个地方 当我在线上时 自动启用Windows 这里一定要打勾 因为当我们灌完Windows 灌完驱动程式之后 Windows只要能够连线上网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跟微软核对产品金钥 并且启用Windows 当然我现在是做给各位看 所以就不输入Windows的产品金钥了 选择下一步 这个画面是让你选择Windows更新的设定方式 如果你想要微软提供你最大的安全保障 你就选择使用建议的设定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已经会通过Windows的 那像我是不愿意让它做更新 因为它更新的越多 Windows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所以我会选择稍后询问我 当然你的电脑要由你自己去做选择 在这里我选择稍后询问我 这个画面可以选择时区日期跟时间 我们时区选择台北 日期跟时间看一下正不正确 如果不正确就修改 正确的话就选择下一步 这个画面我们要解释一下 如果Windows现在有抓到你的网路卡的驱动程式 才会出现这个画面 如果没有抓到你的网路卡驱动程式 是不会出现这个画面 如果到了这个画面 一路选择公用网路 那这三种设定方式的区别 我们等到要介绍网路方名的时候 再一起解释 现在选择公用网路 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先不要高兴的说 Windows已经灌好了 因为还没有灌驱动程式 那怎么样灌驱动程式呢 因为每台电脑的主机板 和显示卡的驱动程式不一样 所以每台电脑的安装方式也不同 这边我只用虚拟机器来安装给各位看 当然大部分都是将驱动程式光碟片 放进光碟机里面 让它读取 然后按下一步下一步 如果你没有驱动程式光碟片 就只好去官网抓了 请试面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病假gie 第三, 然后又请等下 肠心日快乐 接近 这个刻念 灌完驱动程式记得重新开机 我们现在重新开机 这样子就算真正灌好Windows7的 谢谢